華麗炫技場景 古田樂在電影《三國無雙》 飾演經典人物呂布角色 驚險打鬥場面 全都親自上陣 這過兩年前 在紐西蘭拍攝的武打片 4月底在陸港台上映 古田樂在香港出洗手音會 透露拍戲時傷到右眼球 眼球 醫生跟我說要發針 沒有 馬上要拍 古田樂眼睛當時還流出 果凍狀的粘稠液體 一度擔心會失明 如今復原後已看不到傷疤 但導演回憶驚險一瞬間 依舊難以忘懷 導演大戰 古田樂即使受刷 還想把戲演完十分敬業 同樣也是由古田樂 與梁家輝 江浩文等 五大影帝主演的電影 金錢帝國追虎秦隆 江浩文也是拍到眼睛受傷 江浩文是演廉政公署中的警探 其中一場火燒車戲碼 木頭車整個人往他衝了過來 差點被火燒到眼睛 江浩文講起來語氣相當平和 更感嘆拍戲拍到受傷已經不見怪了 營地門雖然年過半百 拍戲依舊拼了老命 爭槍時代上陣 也希望影迷們能看得過癮 TVBS新聞 江浩文 李玉涵 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 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焦點 等你喔